大家好,我是雲丹 最近有點忙碌,不太忙碌了 不好意思,今天就這樣 那麼,我們進入今天的影片吧 大家好,我是瑞翔 雲丹 今天我們看過一些影片 謝謝 我們兩個坐在這裡拍影片有沒有一種有點久違的感覺 最近我的Instagram的訊息一直收到大家跟我說 想要我跟文章多拍一點穿搭的影片 那我就很仔細的去看我們的影片 發現我們拍穿搭影片已經是一年多前了耶 最近沒有拍過 對,所以我們兩個就想說 那我們要來拍一個 2019年的秋天的情侶三套穿搭 講到秋天就想到咖啡色 所以呢,我們第一套穿搭就是要以咖啡色為基底來搭一整套 那先讓文章介紹 我來嗎 對 四天からコートです 首元まで締められる形ですね すごい形が綺麗で ちょっと肩を落とした感じの きっちりしたよりも ちょっとダボダボ系の これ買ったの多分去年ぐらい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 値段はまあ 17000円ぐらい 高いね でも質めちゃいいし 形が綺麗 中も生地感がしっかりしてるんで すごいいいかなと思います これ一つだと かっちりしすぎちゃうかなと思うんで ちょっと子供っぽさを出した方がいいかなと思って ちょっと子供っぽさを出した方がいいかなと思って 子供っぽさもあ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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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うん で、どうしてハイドなの? 黄だとちょっと目立ちすぎちゃうから 灰色ぐらいがちょうどいいと思って で、これとこれも非常に色も合うんで で、バッグも茶色のバッグにしておきます 後背包みたいに 比較小孩子的感じ 我也是一樣 跟文章先選一個外套作搭配 這件外套還蠻帥的 他有一點電尖的效果 所以整個人感觉會寬寬的 え、對、我吊牌都沒有剪 我的衣服都不剪吊牌 なんかあたし新品の感じは なんであれ? それをずっと味をあいたいと 然後這件呢 我覺得他的設計很可愛 是後面這個有一片的效果 なんか ヘチョ ヘチョ 他另外還有附一個腰带 如果你綁腰带的話 看起來會比較成熟 沒有腰繩 那我沒有腰帶的話 感覺整體會比較像是古着衣的感覺 就是比較ゆるゆる ダボダボ的 那跟這個搭配 我選的是一件 咖啡色的連身洋裝 這件連身洋裝 是有一點復古的感覺 ヘチ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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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邊也有腰繩設計 所以穿起來感覺不會胖 因為他是收起來的 這個帽子是整體也是咖啡色的 然後想要搭出那種比較偵探的感覺 我覺得很可愛 那耳環的話 我會選那種古銅黃銅色的 比較復古的感覺 跟他整體的話 搭起來比較大 那包包的話 我也是選了一個比較小一點的 整體的感覺都是咖啡色 可是又不會覺得太單調 包包 包包什麼 包包 對對對 包包包包包 啊 啊 這套是包包 第二套的毛衣呢 我也很喜歡 它是高領的毛衣 肩膀的地方是挖空的 就是有那種成熟 大人的女生的感覺 嗯 對 其實這一款有很多顏色 就是大地色也有 米色、杏色 可是我就覺得我想要挑 我平常是不會穿的衣服 它的袖子也是我很喜歡的地方 到手臂這邊都是做蓬蓬袖的效果 然後到手腕這邊的時候 就變成是伸縮的 這樣子的設計呢 通常會讓你的手腕看起來比較瘦 它整個毛衣是做短板 所以你下面還可以搭那種高腰褲啊 高腰褲啊 那最後呢 我選的是這一件裙子 它看起來是一件很普通的裙子 可是它的秘密在於它的腰帶 它不會是很清楚的這樣子 三個扣子 它會是 這邊有點這樣垂下來 整體感覺是有設計感的 別人呢 我肯定要把你的腹隱藏起來 我肯定要穿了一件衣服 最初是穿了很個性格的衣服 但是你腹太大了 所以我肯定要穿了 你怎麼會把你的腹隱藏起來 所以我肯定要穿了 你會把你的腹隱藏起來 我肯定要穿了 你不想看 自由的買到三千塊 四千塊 我超喜歡穿這件衣服 它很喜歡 我肯定要穿這件衣服 我肯定要穿它 但我认为这种色彩色的 我认为这种色彩色是不看的 这些的颜色超漂亮的 大家看了很多色彩色的 所以我认为这种色彩色的 我认为这种特别的魅力 这种是8000元 这就是二个工具 第三套由我们文端开始 Direr jacket 这完全是大人系的服 我认为Ru和Ru一起去买 那是去年 对 去年 我认为这种色彩色 我认为这种蝴蝶结 那我自己很喜欢的是 它领口这边有个蝴蝶结 中间是Turtle Neck 这种色彩色很漂亮 很漂亮 淡淡的蓝色 这种色彩色是白色 这种色彩色很喜欢 我认为这种蝴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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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角算是这件连生洋装 这件连生洋装我超喜欢 我已经穿很多次了 在之前的直播和Instagram 我都有放照片 我喜欢它是因为 它在腰这边的设计很可爱 有这个黑色的条子 这个条子感觉比较显瘦的 它在群尾的地方 也有设计这个黑色的线 我觉得很好看 在这个手腕的地方呢 加入那个伸缩 就是这种也是显瘦的要素 我自己另外有一个很喜欢的点是 它其实是有腰带设计的哦 它因为这个是连接在一起的 所以你就不用怕腰带会弄掉 白蝶蝶结 嗯 超级可爱 另外跟它搭配的话 我会搭在外面是这件封衣 这件封衣是我朋友的品牌 我这个吊牌又不穿 这是一年前他们给我的 这个是里外两种穿法都可以穿 而且因为它很长 我自己觉得这一套是比较 有点韩风的感觉 比较没有这么日本 另外跟他们搭配 我选的是这个耳环 这个耳环呢 也非常的特别 大家可以看它是 前面跟后面两边都有 这种感觉我觉得很漂亮 是我没有看过的耳环设计 所以我最近只要搭到 比较成熟的衣服 我就会选这一款耳环 因为垂吊式的感觉 也很有女生的魅力 那以上呢 就是我跟文当的 2019年的秋季三套穿搭 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哪一套 哪一套 哪一套是哪一套 哪一套是哪一套 丢给文档 我不知道讲什么 好 那就这样子 那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 喜欢什么品牌 最喜欢看我们 穿什么样的衣服 都可以跟我们说 因为我自己也蛮喜欢看 大家喜欢什么样的衣服 我自己再去逛那个网拍的 Ru-chan是LINE吗? 或是在店铛上去买肉吗?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会这样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用网拍买 因为我每次到实体店铺 就是要拿钱的那一套 大家就觉得心很痛 ISIS 那我去一直到的日子 发生了什么 不觉得是比较有两套 基本上是从这个来得到 如果你想ere能够 购买好 非常不能购买 就不购买 那这阶段有趣的 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